叶魔侠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叶魔侠也叫超胆侠 原名马特莫多克 他自小就被母亲遗弃 他的拳击手父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 在一次意外事故中 马特被放射性化学物品灼伤了双眼 导致他双目失明 虽然失去了视觉感官 但是也让他的其他感官得到了增强 并获得了一项新的感官 那就是雷达感应 知识二 马特在双目失明之后也获得了新的感官能力 但是当时还年幼的他并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 就在他苦恼之时 却被盲人武术大师棍索收为徒弟 马特在棍索的严格教导之下 逐渐成为了一名强大的战士 在和棍索学习格斗技巧的同时 马特在学业方面也选了自己喜欢的法律专业 但是在临近毕业的前一天 他的父亲却因拒绝打杂拳被黑帮杀害 于是为了给父亲报仇 马特穿上了父亲大圈时的制服 化身成为了叶魔侠 从此马特白天是一名律师 弯伤则是打击罪犯的叶魔侠 知识三 叶魔侠最大的能力是他失明之后得到增强的感官 他的触觉能够让他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得到了增强 他的听觉能够知道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声音 他还可以从20英尺远的地方听到心跳声 他的嗅觉能分辨出每个人之间的不同气味 并且能够将这股气味记住 他的味觉能察觉到食物上盐巴的颗粒数量 除了感官之外 他还可以通过冥想提高身体机能 从而加快伤口的愈合速度 知识四 除了感官能力之外 叶魔侠还精通多种格斗技巧 而他的武器是由盲人拐杖改装而成的多功能短棍 内置有录音器和麦克风方便他收集证据 短棍的头部可以发射个伸缩的钢锁 以方便他在城市的高空中游荡 知识五 马特白天是一名律师 晚上化身叶魔侠打击犯罪 看似好像很忙 根本没有时间管理自己的感情生活 但是其实叶魔侠的私生活比起钢铁侠也毫不谦让 在原著漫画故事中 他和黑寡妇就有过一段美好的感情故事 还和女浩克 艾丽卡 凯伦佩吉 回声等多位漫威女性角色有过感情故事 但是他的女朋友们都没有一个好下场 不是早早的下线 就是被绑架或者疯了 以至于在漫威漫画里流传着一句话 最危险的职业不是复仇者 而是叶魔侠的女朋友 知识六 叶魔侠不仅女朋友多 他的战役很多 他跟蜘蛛侠一样都曾有过许多件战役 分别是早期的黄色战役 经典的红色战役 黑色装甲战役 全心全意战役 以及影域大事件中的影域战役 其中影域战役事业魔侠最高光时刻的战役 他在漫画影域大事件中黑化成为了反派 并且拥有了超自然的力量 击败了多位超级英雄